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亚伯兰浮浮在地 神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 必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兼立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 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和你的后裔 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你们所有的男子 都要受割离 这就是我与你 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 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都要受割离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 无论是家里生的 是在你后裔之外 用银子从外人买的 生下来第八日 都要受割离 你家里生的 和你用银子买的 都必须受割离 这样我的约 就立在你们肉体上 做永远的约 但不受割离的男子 必从名中见虫 因他背了我的约 反思 亚伯兰再一次地 在他九十九岁的时候 经历神的显现 这一次 神给了他和太太 新的名字和新的身份 因为他们要成为 多国之父 多国之母 而且后裔将是 从撒拉来的 有时候 神要透过不同的时间 来提醒我们 要抓住他的应许 这是因为 我们都会软弱 甚至会带着疑惑 面对很多不同的事 当神呼召你的时候 带着信心回应 一 在主面前做完全人 亚伯拉罕被拣选 就是要成为完全人 生命的改变 就是最大的见证和榜样 我们被招 就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二 受割离被分别为生 割离就是被主分别 犹太人的约 就是在他们的南丁出世后 在第八日 就要受割离 虽然基督徒不受割离 耶稣却要的是 我们的心受割离 将我们分别为圣 活在圣洁当中 三 被拣选是来祝福别人 亚伯拉罕的任务 就是要生养众多 他的身份 就是成为多国之父 成为多人的祝福 这也是我们的呼召 成为多人的属灵父亲 让我更多人认识主 让我们一切祷告 主啊 帮助孩子 活出基督的样式 成为多人的祝福 保守孩子的心 来好好顺服你 奉耶稣的名 阿们